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巫帮惠仲看过之后 觉得她需要独自一人去小时候的老家 找回丢失的那段情谊 如今 噩梦缠身是因为有女鬼总是围绕在惠仲的身边 于是惠仲带着女巫给了扶仲 独自一人来到了这个宛容仙剑的地方 这里景色宜人 正当惠仲沉浸在美景之中时 焕出现了 他带着惠仲到了小别墅前 想让他看一只叫妙桃猎的兔子 而惠仲也住在了这里 焕告诉他 这里有五间房 他可以随意出认 但是要提前敲门 惠仲想打电话给姑妈 告诉她自己安全到达了 但是却怎么也连接不到信号 这里还住着一个奇怪的女孩 秀莲 她总是很阴郁的表情 焕和秀莲每隔一段时间总是会莫名其妙受伤 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浑身是血 焕总是问惠仲不记得她了吗 但是惠仲根本没有一点印象 秀莲和焕说马上就到她生日了 如果惠仲再想不起来她 她就会彻底死掉的 然而焕早就已经喜欢上了惠仲 她不愿意逼着惠仲面对过去 惠仲在别墅里找寻东西的时候 总是被秀莲阻碍 有时候秀莲甚至想杀掉惠仲 而关键时刻 焕总会出来救她 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焕曾经说过她会守护惠仲 而她也在慢慢做到 离三月二十八越来越近了 那天是焕的生日 然而惠仲还是没有想起来关于过去的事情 焕身上的伤出现了也更加频繁了 这天惠仲发现了别墅里还有第六间屋子 她智能焕为什么没有告诉她 焕只好说因为没有钥匙 而惠仲也终于找到了钥匙 她偷偷潜入了这个房间 秀莲发现了她 又想杀掉她 惠仲赶紧打开房间逃了进去 在这间屋子里 关于过去的记忆扑面而来 当年惠仲的妈妈因为瘫痪 全家搬到了这个地方 秀莲在这里照顾她们一家人 惠仲的爸爸也在这个时间段里爱上了秀莲 并且秀莲还生下了患 有一次 秀莲在做饭的时候不小心弄伤了舌头 当惠仲问她疼不疼的时候 她说为了爱的人做事情不疼 让惠仲以为爱的表现就是用刀子弄伤她 于是很喜欢弟弟她 并拿起了一把小刀去找弟弟 并且用刀子杀死了妙桃力和患 秀莲也因此在患的坟前上吊自杀了 并且在死前诅咒惠仲一家不得好死 而惠仲因为回忆太过痛苦 选择了忘记 惠仲的家人也因此在前几年先后死去 然而 惠仲想起这些事情太晚了 患的生日已经到了 她将彻底的离开这个世界 电影的最后 惠仲在街头发现了和患长得一模一样的男生 脚边放着一只兔子 并且弹着吉他 唱着当时给惠仲唱过的歌 好了 今天的讲解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